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学了科隆对象 对吧 能把一个对象复制一份 就跟他生活中复制一样 后边的时候 咱们想对一个对象进行操作 原来的下编改 咱们可以复制一份来完成操作 非常方便 学了一个模式方法 叫做杠杠CLOE 对不对 用来对科隆出来的副本对象进行处理化用的 那后边咱们还会学习一些对象诞生的时候 一些处理化的动作都是一个作用 那这节课咱们来学一个模式方法叫做杠杠扣 CLR这个方法来处理错误交用 那什么叫错误交用呢 比如说 你看 这是咱们前边一直用到的类 对不对 在这类里边方法有说话的方法 其他就模式方法了 对 那比如说这里边叫要 P里边的吃饭方法 对不对 吃的什么呢 比如说吃的是肉 对吧 还有米 就是甲润这个对不对 然后呢 比如说再调这个走路的方法 对不对 比如说爬山 对吧 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对象中有没有这样方法呢 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两方法的时候 我们程序就会 报错 报错 对吧 你掉一个person中没有的方法 也计 对吧 当然程序就已经崩溃了 下个方法里面就能到 就能到 那处理这样的问题 咱们就是可以使用谁啊 在这里边加一个模式方法 什么呢 杠杠 对 这个方法 比如这里边 我直接输出一个 一哈一吧 对不对 那知道这个方法 什么时候自动调用了吧 嗯 来咱们把它写出来 这个模式方法 杠杠 写r 对吧 什么时候自动调用 第一个 就是在 调用一个 对象中 不存在的方法时 自动 调用的方法 对吧 那那时候作用呢 嗯 在说作用之前 咱们先了解一下 它的应用格式 并不是说所有的方法 像前面一样 什么杠杠西洋 欧音液 杠杠突死顺 没有参数 对不对 这个方法是有两个参数的 有两个参数 必须写的 叫什么 第一个 第一个参数 是调用的 不存在的方法的方法名 叫什么 第二个参数 是调用这个不存在的方法的方法的参数 能理解这个问题吧 嗯 比如说我这里边 加上两个参数 第一个METHOD 方法名 第二个ARGS 是参数 就知道吧 那参数是不是有可能有一个 有可能有多个呀 对不对 所以呢 参数是一个数 就知道吗 所以这里边我们就可以不用这个字幕签了 你看 我们就可以直接这么数 你调用的方法 那你客气点也行 对不起 对不对 对不起 我还不常说 还不威胁呢 对不起 你调的方法谁呀 METHOD 这个 方法它参数为 参数什么呢 参数是个数 咱们用拿打印象 RGS 它 再输出 怎么的 不存在 挂个行 是不是就行了 现在乘域就不会出错了 因为加上这模式方法 才是变模式一样 就不出错了 而且还会 把你调的那些东西给你一个什么 给你一个提示 来我们再刷新一下 你看 对不起 你调的方法 它参数为肉和米的不存在 你调的方法 它参数为爬山的不存在 当然你想提示什么隔着都可以 对吧 对 嗯 那这个作用是不是就很明显了 掉不存在的时候 使用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它 但是它真正的应用的作用就是这个作用呢 如果你这么用提示它 你觉得有意义吗 你不觉得存在成为崩溃了 是不是也可以啊 你干嘛可以提示这个 对吧 友好 友好 如果说换下的时候我先给你临时模拟一个 就知道吗 什么呢 可以把多个功能比较相似的方法合成一个去写 功能比较相似的方法合成一个去写 比如说我现在想做一个打印不同字幕材的方法 用不同的方法打印 比如说 这话啊 Faction 比如说Aaa的方法 这里边 目的是输出这里边参数A 你知道输出$A 对吧 然后 Faction BBB的方法 我这假如写个方法 对不对 参数B 我这里边就是直接输出B 对吧 再来个Faction CCCC的方法 $C F $C 然后Faction DBD的方法 这话 输出D 然后输出输出D 当然了咱会故意功能写一样都在 咱是功能相近的 因为现在后边的课程咱还没讲 所以有些东西咱们设计不到 听懂吧 比如说连接数据库 组合四合一对之类的 这一张都没设计到 所以只是临时 你为你写一个对不对 那像这功能相似的 我现在是不是写了四份 然后我在这话就可以怎么搭 直接就用P里边了 A 传一行 A可以吧 对吧 然后这话 交由 $P里边的 BBB 这话 交由 一行B 是不是也可以 CCDB 什么都可以交由 现在场面是没问题的 你看 这边AB都可以出来 对吧 是没问题的 但是这样写 也就是有点啰嗦了 太相近了 对不对 对吧 然后有的时候方法名还必须让它相同 你不能说相同用不从参数解决 就知道吧 因为有的时候为了时刻用户的拥有什么东西必须得叫什么方法 然后才能用 因为不从对象不从对象的使用规则 你方法名做叫统一的话 比如说一个什么充电的对不对 你就得叫充电的方法 对吧 你叫什么排电的什么就有可能方法名就不对了 所以不一定说起多个方法名之类的 对吧 就不一定说统一方法名之类的 就必须分开方法名去写 但是功能还相继 这样的话他直到这个名字上就知道这功能 他就知道怎么去用 而你合到一起呢 他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合合乎逻辑 听懂吧 那这就是这样 那我怎么把它合到一起写呢 比如说我把第一个程序上面保存一下 这程序保存一下 你看在这里边 我就可以这么做 你知道需要让用户掉呢 咱不如现在允许把那四个方法和合到一起写吗 咱只写下格式 比如说POBRIC生为一个数组 对吧 METMETMAR吧 对不对 数组里边有几个名字 比如说有个AABBBCCCCDBD 我在这里边是不是生为一个 全决的属性是一个数组 对不对 然后我在这里边这么做 你看 如果 什么呢 INAR 是不是他前面选过这函数 判断什么东西在哪个数组里边 如果 METM death ad,这个掉用的方法由于MAR这个数组里边 � manner 我们是不是就出炼 否则的话我是提示 什么 提示出出一个 对说 你 钓用的方法 $METHOD它本来不存在 是不是可以这么提示一下 因为咱们就限制这四个我们对不对 这里边现在就有了什么 看一下调刷的方法 这个方法存猜数 咱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这么写了 直接用变量函数就可以 直接$METHOD 你看这里边 咱们直接用这一次 直接这样吧 因为我不想用它 这里边存的调用AA的时候 AA是不是在这里边 对不对 那我调用AA的时候 在这个数字里边 咱们只是为了是不是输出这数字参数 所以输出$RGS里边的第0个参数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吧 那在第0个参数是不是就刚才那个里边的参数 对吧 现在你看 我调用AABBBCBB 你看我这就再加一个换行吧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你看 这四个方法就合成一个了 但是方法名是不是叫四个 相当于分四类 四个功能对不对 然后 比如说这块标 CCC DDD 这块把值改了 改成一行C 对吧 这块改成一行D 讲说这块再来一个 WW 里边输出一行W 看一下 他能打印的结果 是不是这四个方法在这个类里边 是不是没有啊 因为我是把这四个方法已经干嘛了 是不是注入掉了 类里边就相当于没有 对象没有这四个方法对不对 但是我外边的我还能使用这四个方法 你看 刷新一下 没有定义 是错了 这块定义的英国瑞这块什么 对象里边这个方法这得再一次的 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你看 ABCD 是不是出来了 然后这W方法不存在 是不是 其他的可以提示啊 啊 那如果我想那W方法存在的话 我只需要在这块 怎么拿 WW 是不是就行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W就有 对吧 所以很多功能相近的 而且方法名必须不能同名的 对不对 咱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写在一起 对吧 所以 另外一个它的作用 作用有两个 可以写提示 但这个不是主要的功能 对 是不是 主要是干嘛呀 将 什么 方法的功能 相 似的 不能说相同的 相同就一个 对不对 但 方法 名 还要不同的 就可以 采用 这个方式 来 来完成 就是吧 方法的功能相似 在方法名必须要不同的 为什么叫不同的呢 因为你叫相同方法的话 必须是多少功能的 对不对 看方法名就值得用什么功能 所以方法名第一 也就不同 比如说像好奇数据库 组合四合一阵似的 都是那么几步 对吧 但是方法名必须要不同的 那就可以采用这个方法 后期咱们换链 咱们看见你的代码 因为现在咱学那部分 还用不上那一代码 对不对 所以咱只能暂时这么用 好吧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 给大家介绍的什么 这个模式方法 那应用的实力 也在这块 应用的那个语法 对不对 可以看一下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就这样到这里 只学了一个模式方法 杠杠 CL 对不对 希望大家能用好 好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谁能用好 消灵 还没看 出国 什么 谢谢大家